大家好 我是秦浩 脱口秀大会非常喜欢 最喜欢罗永浩老师 今天还没来 觉得罗老师特实在啊 听说欠了好几个亿 要上综艺赚钱还债 结果没想到 你看录了几期不来了 我当时心里就想 这脱口秀大会来钱 是快啊 其实我啊 以前也不怎么上综艺 我最近上综艺呢 是为了配合宣传 就希望我的那个 隐秘的角落 能爆 所以呢 在那个隐秘角落 刚播的那几天啊 我就问我的工作人员 我说戏爆了吗 他们说 一般 说哥 你要不你再接俩综艺 我就接 我说行 我又发酵了几天 我问 我说那个咱那剧爆了吗 工作人员跟我说 爆了爆了 不用委屈您 再接综艺了 我说 这么容易就爆了 这 这委屈我还没收够呢 我还能不能再接两天综艺 这不前两天嘛 我就碰到了李淡 我就问弹总 我说你那节目都录到第八期了啊 我也想给我女儿 挣点奶粉钱 你看 我还有没有机会 当时李淡吓的呀 就跟我说 说哥 哥 你要来 肯定有机会 可是 你得在这说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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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 我懂 是不是说 蓝河绵羊奶 奶源稀少珍贵 全新推出成人奶粉 满足你全家的营养需求 你看 我今天不就是来了吗 所以说呀 这个世界上 不是没有机会的 只要你主动 就会有机会 现在呢 我呀 是走到哪 都要说这个剧里的那些梗 说实在的呀 我自己都说烦了 但是架不住那个节目组要求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以前我特看不上那种 就是那一首歌唱一辈子的 结果我现在自己成这样了 我现在去哪个节目组 我都先跟他们说 我说 一步爬山 二步拍照 三步唱小白船 有志气吧 节目组导演当时跟我说说 浩哥你要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只能换人了 我说 蓝蓝的天空 你和你 有志小白船 还要是再拿下来一个假发片 对不对 很无奈呀 但是今天我来这呢 确实有点紧张 因为我发现 大张伟坐在那儿了 我这人啊 特怕和那个花蜜的人在一起待着 刚才我还想 我说要大张伟在 我干脆我就回家算了 后来我一想 我要回家 我老婆在家呢 哎 算了 还这是清静 其实《隐秘角落》这部剧啊 开诗我并没有打算接 主要是担心米丽 我女儿叫米丽 在学校受欺负 因为那个小孩嘛 通言无忌 就觉得说 哎呀你爸坏人啊 怎么怎么样 就怕孩子受欺负 所以我就跟那个导演心爽 我就说 我说 我说我不想演反派了 当时导演就跟我说说 哥 这次你演的呀 是一个数学老师 爱运动 爱摄影 同学们都喜欢 到他家里面去上补习班 我一想 我说哎呀 那这人物挺阳光啊 结果拍完了一看 我才知道 我是阳光了 给别人留下的全是阴影啊 现在呢 反正就老有人觉得 我就是张东升 我说呢 人是人 戏是戏 可呢 有些人就是人戏不分 包括我的那个经纪人 也问我 说哥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 心理变态 我说你看个剧 我说你看魔证了你啊 你看 我用生命给你保证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经纪人跟我说 你算了吧 你还生命保证 在你张东升眼里 生命值钱吗 特别无奈 今天来到这呢 还看到了我的老朋友 程璐 好久不见 上次见还是在 吐槽大会的夫妻场 如今 如今物是人非了 对我不能笑着说 如今物是人非了 然后我在后台我看见他 我就跟他说 我说程璐啊 嗯 没事 我觉得你还有机会 程璐说 哥 你别这么说 我害怕 我说你想什么呢 我说你比赛还有机会 所以说今天呢 来这个 听说是个晋级赛 我就想说啊 这只是个综艺 好不好 大家都放松 别认真 如果你要太认真了 你就输了 你就不幽默了 所以啊 别总想着晋级 想着什么爬什么脱口秀的顶峰 你爬上了又能怎么样呢 爬山多危险啊 谢谢大家 我是秦浩 我是秦浩